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北市长侯友宜8月1号要到高雄替他加油打气 当年还要陪他去扫夜市 那么现在还传出一个事情说 国民党觉得李梅珍恐怕是扶不起来了 但至少在议长补选的部分要守住 才能够在之后对陈其万展开所谓的锁侯计划 就是说让他就算当了市长 也没有办法好好的施展开来 真的如此吗 我们稍后要来看 另外要来关心的是在疫情的部分 全球现在累计确诊已经到了1718万例 死亡数也超过了67万 那么在美国的部分 确诊数是456万例 死亡人数来到了15万人 而日本的疫情也很糟糕 因为昨天也复燃了 昨天单日新增了1200多例确诊的病例 刷新了单日增加病例最高的记录 所以我们的边境管理是不是要更加的注意呢 同时中美关系紧张之际 美国跟澳洲联合发表了声明 挺台湾加入国际组织 同时也批评中国破坏了区域和平 中国方面会有什么样的反制呢 同时我们看到民进党一位委员 他现在就告诉大家说 可能美国要卖给台湾这个武器 那这个武器到底是什么武器 说是可以打击中国沿岸500公里的基地 我们稍后都要来了解 同时国民党主席张启成在脸书上 一直呼吁政府说 一定要谨慎面对美禄的变局 不要变成筹码跟弃子 可是因为他一再说美禄美禄 就被人家笑说难道现在是一个美禄主席吗 但说实在的 台湾如何在美中关系紧张之际 谋求最大的利益 我们稍后也有深入的讨论 好 先为您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是资深媒体人钟年华 年华哥好 先生好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民进党组织部主任李清风 清风好 大家好 另外是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瑞德哥好 谭平好 大家好 还有资深媒体人陈东好 都要哥好 大家好 同时包括了前立委罗淑磊 委员好 谭平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在现场还包括了 盛民党台北市议员苗博雅 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李梅珍 昨天上节目的时候被问到 那么很多的问题 结果这几个常识题全部都答错了 那么后来他就讲说 林嘉隆之前也不知道台中最难是在雾峰 我们先带你来看看 好 我们就来看看 昨天李梅珍跑到台北来上节目 高雄随堂考 结果答错了一大堆这个问题 比如说最北的行政区 他答那马下不对 最南小港不对 人口最多行政区三民不对 人口最少的那马下不对 高雄青年失业率到底有多少 他说真的非常高 那因为问他是王浩宇 他就反呛说那桃园市总共几间庙你知道吗 后来他也讲说因为都没有事先跟他讲题目 所以他就没答对 然后他也讲说 其实我从小在高雄长大 我非常知道高雄需要阳光空气水 后来还拉林嘉隆下水 他说林嘉隆也不知道台中最难区 不见得他就不是好市长 好 瑞德哥怎么看 就好像如果中国国民党的候选人 被川总统问你台湾四个 东西南北四个港是哪个港 你告诉我说是东港西港北港南港一样荒谬 为什么呢 你答错了就答错了 答错了没有关系的 为什么呢 这一题其实是有点陷阱题 很简单 因为如果站在里面这个立场 他看到他本身是左南的医院 所以他看到就认为小港再过去 小港再过去就接屏东了 所以他会认为小港好像比较难 事实上因为难 因为这个林芳有没有 林芳其实很坏 你因为高梯的左营高铁站 坐车大概要一个小时才能到林园 你就知道多远 再过去就是屏东了 那么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答错就算了 或者是说 如果你要面临这样的 你看王浩宇当然是准备好了 有备而来 这就是一个陷阱题 各位兄弟四大行政区 你答错了 你可以选择不答 或者是说答错了 那你承认这样就好 没有问题 因为你印象中是这样 然后纳玛夏跟桃园 我可能记错了或怎么样 那没有关系的 结果你数了又要砍脱 什么意思 跟论文不是一样吗 论文世界里抄袭人家 百分之九十六 一百二十三页 心灵就心灵嘛 那国民党后来怎么办 七个民进党的可能也有问题 谁可能也有问题 谁可能也有问题 你就不去承认自己有问题嘛 你就自己面对现实 承认自己有问题 那答这个事情也是一样 那答这个事情 我说谈北的 其实是小事情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然后你答错了 又跟他看团 林家隆当时可能也不知道误逢哦 然后还有一个淡出来 对不对 他的发言人淡出来说 那么其实你看 在这个太平岛 还有更难的 那么也是挂旗巾嘛 对不对 我告诉你 太平岛挂旗巾 我不知道了 难道中华民国 难道我们台湾中华民国领土 你告诉我吉南是争母暗杀吗 意思是同样嘛 最北是哪里 你跟他说钓鱼台吗 对吧 所以没有意义 这些都是小鼻子小 已经没有意义 但是呢 为了一个小东西 结果你让这件事情 是不是又过大 因为你不断把它 不断 你论文事件的解套办法 就是诚实面对 就是8月1号 要去帮李梅珍 这个站台的 这个侯友宇说的嘛 你要勇敢虚心的 全盘去面对 然后勇敢的跟社会大众道歉 这样就好了嘛 你要勇敢面对就好了 说不对 你就勇敢道歉说 不好意思我记不对 这样就好了 小事一桩 结果你今天出来讲的结果 又要砍民进洞 什么人什么人 你就让这件事情又扩大 我给你报警 今天这件事情 在网路上已经大家都讨论 搞不好没多久 新的成语又出来了 你知道吗 现在的网友就是很 然后网友会怎么样 网友会把你这段影带 又结成图 你知道吗 做成影片 又不断地留 然后呢 大家又调侃你 少年人最喜欢这样嘛 那你又让你自己的伤害 不断地扩大 人家说那么距离选举 是看谁犯的错多 你看又来了 你知道每天都有新闻 你又红了 李梅珍又红了 不能否认吧 他又红了 问题是这种红法 只会让你自己的票往下跌 那么至于新北市长 侯友宇终于愿意出现在 高雄帮李梅珍 那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不是谁去帮你就有用 产品最重要 对啦 哪不然我说台北市长 那个柯文哲 都已经南下四次 去帮他亲民党籍出身 挂他民众党的那个吴玉珍都站台了嘛 那我们就等着看八月十五嘛 他目前为止 他所有的所有的一项情是他都是第三名嘛 所以不是三名人到三天 你就一定要起来 看你自己嘛 不能一直认错 从世大运跟亚运的承办 根本截止你都不知道 一直到现在 你连跑行程都会齐三跟美能弄错 李梅珍可能就没用的 我不知道他在没用什么 因为他没有公布嘛 没有公布他的行程嘛 他可能跟韩国瑜一样 就是藏于无形之中 驾人知道他的行程 对吧 可问题就是这个地方 那你不能一直出错啊 你一直出错的结果 像十几天而已 真正的 十九八月十五 票一开出来了以后 结束了以后 李梅珍可以拍拍屁股 回去当高雄市议员啊 中国国民党就叽叽了 就再见了 你不要跟我讲说什么 哎呀人家议员 议长选举怎么样 议长选举怎么样 两年后2022年 高雄市的议员 你中国国民党要调几席 还不知道 个人估计至少会调七到十席呢 好所以其实刚刚瑞德哥也讲 你这些问题 其实答错也不是什么大事 但问题是你的态度 后来又在那边硬拗 然后后来他也讲说 人家林嘉隆他也不知道啊 然后接着又讲说 因为这个节目 他们也没有先告诉我题目啊 然后他也讲说 其实他从小在高雄长大 他很知道说高雄市民 是需要阳光空气水的 那大家就讲说你在讲什么 每个地方的人不是都需要吗 好那阿苗 你自己也是议员啊 有一些是基本知识 对不对 其实这些地理上的基本知识 说老实话啦 以李梅珍 他现在连任到第三届的市议员 你说他是不是自己的选区最熟 别人的选区没那么熟 其实是可以想象啦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情 整个凸显出来的是 李梅珍他选市长 到目前为止 他除了缴了报名费 让自己登在竞选公报之上 其实他的整个团队 还有包括他个人 是都没有到位的 以昨天这个访问来说好了 其实说实在的啦 市长级的候选人 今天不是随随便便 要选个市议员 他是要选直辖市的市长 在高雄这么重要的一督 他上到节目去 其实他的幕僚 根本就应该帮他争取专访 而不是说像这样子 然后大家排排坐 然后呢 然后什么 让一个桃园市议员对到他 然后问这些非常 basic level的题目之后 让你的市长候选人当场出球 反而让他受伤 对所以我觉得基本上 他的团队的整个认知就不正确了 你绝对不会看到什么 你绝对不会看到陈其迈勋 那个节目接受专访之后呢 找了一个国民党的市议员 比如说谢龙介 然后在那边考陈其迈 当场小学堂 为什么 因为一个合格的市政团队 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他不会置他的市长候选人 于险境当中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比较深层的来看啦 虽然大家说答不出来很好笑 可是更可怕 令人想到都心寒的是说 今天国民党推出了这样子的 一个市议员候选 市长候选人之后 没有给他任何的偶然 没有给他任何的一个团队 一个智库一个智囊去 所以第一个证件升不出来 到现在为止 一条像样的证件讲不出来 没有办法带议题 第二个 这个候选人每一天都在闹笑话 你没有帮他面对 准备媒体的时候的谈参 你甚至连上节目 你最基本的提纲 都没办法掌握给这个候选人 所以你说这个 到底要怎么选下去还是其次 你国民党的这些大咖 去帮他站台的时候 你到底要怎么跟市民保证说 这个如果是条 高雄市一定治理得好 对 他的团队比韩国瑜的团队还要更差 如果韩国瑜94万票被罢免 那请问这个如果条 是要超过100多万票被罢免吗 因为他完全没有办法担任起 连当一个市长候选人都演不好了 如何去当个真正的市长 所以其实说真的 不是李梅正一个人没有准备好 整个党完全都没有认真的把这个 当成一个认真的事情来看 没有认真的把高雄市的补选 当成是对高雄人的赎罪 本来是说国民党 他应该表现出个赎罪的态度 不好意思 你禁警无杰韩国瑜 然后94万要罢免掉之后 现在应该要这个洗心革面 要改头换面 耳目一新 推出一个新的人选 结果呢 你放你的候选人在高雄放声不说 让他来台北上节目 你同样也是放声 没有任何一个合格的人去辅佐他 那而且呢 他今天在节目上答不出来之后 其实说实在来 台湾人很善良 如果是答不出来 然后最后加码自嘲说 哎呀我真的是还要再加油 那这个方面会再努力 我也会多向这个王浩宇议员来请议 搞不好大家对你好感度增加 觉得你这个人开得喜玩笑 觉得你这个人懂认错 结果没有 他说啊没有 这些知识节节事不管 不然你知道桃源几间庙 拜托啊 今天大家质疑里梅珍的点 就是说你当一个市议员 就假的吧 你还想要当市长 可是他很奇怪 他是三联霸的市议员 那大家就会想说 你至少还是个市议员 你对高雄是应该有一些基本的了解 对说实在的 这个基本没有了解 他自己都觉得很不好意思 对不对 那可是他还正正有识的 跟王浩宇在那边对变说 不然你讲桃源几间庙 把自己的level又拉回市议员了嘛 今天他就算证明 王浩宇不够资格当桃源市长 那又怎样 今天大家在讨论的是 你李梅珍可不可以当高雄市长嘛 王浩宇没有出来选桃源市长啊 所以他完全搞不清楚 自己在干嘛 他没有搞清楚 他今天在打的是什么选战 他觉得还是很local的 还是很议员选举的 就是你一言我一语 大家骂来骂去就可以过关 他现在 我猜他现在心里面 觉得他自己论文这一关是过关了啦 然后我看到今天这个大王上的反应 他搞不好也觉得说 反正没关系啊 过几天国民党的大咖都下来帮我站台的时候 证明我就是官官难过 官官过了 他现在就是在自我感觉良好当中 那整个国民党 没有任何人可以去点醒他 没有任何人可以点醒他 拜托你没准备好 就不要再上节目了啦 坏的曝光 不是有曝光就是好曝光啊 坏的曝光尽量减少 连这一句话都没有人可以点醒他的时候 整个国民党就烂到底嘛 好所以在昨天来上节目 很多来宾就已经替他在担心说 8月1号到时候证件发表会的时候 会不会又出更大的笑话啦 那我们也来看看陈其迈他又怎么讲呢 陈其迈他就说他看了昨天这个节目 他感觉李梅珍对原县区真的是比较不熟啦 他就建议他多跑跑 然后他还讲说韩国瑜跑高雄 看起来比李梅珍还要来得勤快啊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也讲到在周末的时候呢 有38个国民党的委员要南下去 替李梅珍助选 这当中还包括了这个新北市长侯友宜 然后呢陈其迈他怎么讲 他就说跟高雄有渊源的人 其实这当中并不多啦 他觉得候选人要自己跑比较有效 所以你看看他到时候在8月1号的时候 要来个人生大迈进 要跟蔡英文合体 然后带小英去吃丹丹 说里面没有皮蛋瘦肉粥就是打脸李梅珍 然后8月3号呢 还有一个所谓的大陆军计划 就是在地的打工职要占满百大路口 然后呢陈其迈的车队要亲自去扫38个行政区 好所以清风你怎么看 你看其迈对大家刚刚聊的这个 那个李梅珍候选人 可能少有失误的这件事情 这个回应是很温暖的 多所鼓励啦 就是多勤跑多跑 甚至呢这个竞选阵营 也可以做一些示范说 怎么样可以去做更好的准备 我觉得态度是比较重要的 我在想说如果我去参加随堂考 我大概也会出错连络 不过因为我没有要选市长 对 那选市长就被大家用比较不同的标准来看 但会放大啦 对所以他显然就不是一个很OK的市长候选人 那团队也不行 党也没有一些方针 其实像刚刚那个阿苗 选举来讲基本上这样 你跑行程地方的行程就是深入 去了解地方 那上节目就要做基本的准备 我想这是基本的原则 那现在你们真的大概觉得说 我临时被征召 然后才 然后临时上场 然后节目呢也被设计 然后也没有告诉我 这节目这个题目其实不是很深入 可是有一个重点 其实距离投票只剩两个礼拜多一点点 里面真担任市长候选人已经多久了 其实已经超过一个月了 已经超过一个月了 所以你也不能说老师用说 我是临时被征召 然后都都没有准备一样 如果那个东西是很深入的 你一时没有办法掌握 那你就罢了 如果是基本的话 这个不适合 至少临时抱抱脱脚 不再提醒一点 一个月的时间到底候选人在干什么 他行程有跑得 就一天一行程 有跑得很勤嘛 然后这个证件有准备得很好嘛 今天的行程 刚刚大家都只有一个 我们再公允一点是两个 因为早上十点有一个联访 然后中午有一个广播电台的直播 所以你把联访算进去 所以你在地方上 38个行政区 他曾经用24天 24小时中远到游走过 我们刚刚不是说过吗 跑地方行程就要深入 要不然你就摸不着边际 陈其迈是怎么算呢 陈其迈的选法是 立委的八个选区全部跑过 未来从8月3号开始 这个大陆军计划是 38个行政区 陈其迈自己跑 高雄市的百大路口 由地方的立委跟公职 现场在街头跟市民拜托请托 你不是啊 你如果说国民党放声里面之恩 然后里面之恩想要靠台北下去的 38个立法委员到高雄去 帮你辅选 这些立法委员跟高雄没有渊源 没有情感 你对候选人对高雄的了解也没有帮助 所以难怪 陈其迈会点出说 甚至连韩国瑜都跑得比他勤 我觉得结尾还是这样子的 时间不多 多跑 深入的跑 然后若有不足 回应的态度是很重要的 要不然的话 我觉得也有点蛮 有时候也觉得蛮可怜的 因为老是被 这些小差错老是被年轻人取笑 于心不忍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说 李梅珍他至少是三届的议员 有一些就是大家应该认为说 市议员会知道的这个问题 他竟然答不出来之外 让大家觉得最讶异的是 高雄青年的失业率 因为他不是打着说自己就比较年轻吗 然后他应该是很care这个部分吧 结果大家问他说 你知道高雄的青年失业率多少吗 他的回答是真的非常高 那大家就想到说 韩国瑜执政的情况之下 2018到2019 高雄市这边的青年失业率 是往上飙的 所以这个部分 对他来说 他应该要抓住这一块才对吧 那结果他连失业率多少 他也达不出来 就是非常高 刚刚三位来宾都批评了李梅珍 我要帮他送一下温暖 恭喜他 因为我刚刚看到 就是说有台明天有个节目 要讨论大数据 这个网路声量 李梅珍本周蝉联冠军 太棒了 都是负面的啊 包括论文 婆婆 以及国民党谁帮他站台 三大议题盘踞了整个网路 所以他还是蝉联冠军 沒關係 你关关难过 会不会过我就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有趣 李梅珍抱怨是说 你题目没有事先给我 阿玛也说 对你的幕僚作业是有缺失 可是我想讲的是 就算事先给你又怎么样 你背起来了 你一定背得起来 因为没几个字嘛 你一定背起来 可是背起来之后 然后呢 你真的了解高雄吗 我举我自己的经验 高雄有个地方 以前叫内门乡 现在叫内门窟 内门区 我这辈子第一次去内门是 其迈上次2018年党内初选的时候 我去 我去了内门我才知道 原来内门的特产 大家都觉得火荷花很漂亮 但是内门的特产是中宝塞 内门有150组中宝塞 平均每三户有一组 台湾你说中宝塞的原乡就在内门 这不用背 因为我坐在那边跟相亲聊天 他们就跟我说 那我们就知道 我还知道以前的内门 高比人比较多 因为他真的是一个 半山药很乡下的地方 高比人比较多 他们都这样说 那个地方高比人比较多 我举这个例子就不是说我很厉害 是因为当你去过 你坐下来跟相亲坐下来一起聊天 这什么叫跑基层 跑基层不是去问道友 说我说你好你好 不是 你坐下来跟相亲一起聊天之后 很多知识他自然会来找你 你根本不用去背他 昨天王浩宇算很好心 他没有问他说 高雄人口最多哪一区有多少人 他只问他是哪一区 我跟你讲 要选市长的人 如果你真心对高雄这块地方有感情 你想要建设他 照理说你的脑海里面 随时会有一张高雄地图 38个区 大概哪一个区 在哪一个位置 应该是辽若执掌 你根本不需要背 好 那这一题呢 失业率这一题比较难回答 不是说他数字很复杂 而是说这题回答会打脸韩国瑜 所以他是怕打脸韩国瑜 你没真大概不敢回答 你看我今天多好心 给大家看 高雄的青年失业率 大家看这个数字很清楚 这是VK高雄 要从高雄市政府劳工局抓出来的数字 从2015年的时 2016年的时候 14到24岁是13.7 然后呢 到2017年的时候降到12 18年降到9.2 19年就是韩国瑜的时候 变成11.3 对 请问19年谁当市长 韩国瑜 韩国瑜啊 比前一年增加了2.1 那再来看 25到29岁 一样成局的时候 16年6.8 再来6.2 再来6 到19年的时候 比前一年上升了1.4 到7.4 而且韩国瑜记不记得 当时韩国瑜会当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叫做北漂青年返乡投票 对不对 然后他选举的时候有一个证件 说要成立300亿的青年创业 基金 对不对 结果300亿没有到位 那你知道吗 在韩国瑜短短的一年半的任期之内 北漂青年返乡的总共有多少人 你知道吗 14个人 这是高雄市政劳工局的统计 你不会说劳工局都绿的吧 对 你执政的时候劳工局是你的局嘛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照理说 李梅珍对这一题应该要特别有印象 这个就是你恶补也要补下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个叫韩国瑜的弱点 那你现在因为你是国民党提名 你知道不管在政见会或是记者在问的时候 一定会拿这一题来问你 是啊 那你应该要想好答案啊 闭考题吧 对啊那你会你应该要想好答案啊 结果数字不会背答案也没有 那你去反抢王浩宇说桃园有几间庙 我告诉你啊 你去问桃园市的民政局长还不见得知道几间庙 因为每天都在变动啊 谁会去背他 所以我觉得李梅珍你除了很多人讲说他没有准备好 其实我觉得应该把那个好拿掉 他是根本没有准备 就是你被提名已经一个月了 这一个月来我们有没有看到你进步 没有 这一个月来我们只看到 我们知道李梅珍的论文是超的 然后婆婆说说谎胸部会变小 然后国民党不知道谁要去帮你站台 就通通都是负面的东西 你还觉得你关关难过可以关关过 我觉得人生如此乐观是个好事啦 但是有时候太乐观到 让大家觉得说已经哑口无言了对你 好所以你觉得大家都太乐观 那现在大家就等着看说好 到时候8月1号政见发表会的时候 他会不会又闹出什么其他的笑话 不过在当天8月1号 是不是李梅珍的救星来了 因为李梅珍的竞选总部 今天就宣布说侯友宜8月1号要南下助征 侯友宜到时候会到高雄替他加油打气 当天还会陪他去扫夜市 争取更多的支持 好所以我先请教一下东豪哥 你怎么看 所以如果来了侯友宜的话 即将他的气就可以上来吗 不是李梅珍的气会上来 是侯友宜 是侯友宜 其实重点要放在侯友宜 不是放在李梅珍 那么讲 对侯友宜来讲 如果我要看这件事情 我会建议跟前两天自由时报的 那个侯友宜的专访 摆在一起看 摆在一起看 因为我们知道说 现在距离2022 或者2024到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一个两年 一个快四年的时间 侯友宜的侯市长 这个时候忽然间接受一个报纸的专访 之前如果对李梅珍的行程 我记得侯友宜是说 他可能有行程 所以那时候对于要不要去高雄 服选李梅珍 其实他这个态度其实是有点模棄两可 可是今天是确定 李梅珍的总部已经宣布8月1号 所以我相信侯友宜会下去 而且他避开了8月2号这一天 8月2号这一天 大家会去算国民党38位立委 到了几位 对 那8月1号的时候 侯友宜就会单独成为焦点 那侯友宜在高雄能够帮李梅珍 拉多少票其实不重要 重要的是侯友宜下去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有没有对比韩国约翰市长 在他选总统的时候 侯友宜也没下 没有 人眼旁观 对啊 没趣 人眼旁观在国民党里面 这是个黑记录 我会这么讲 侯友宜下去帮李梅珍的 8月1号是一个洗白的动作 就把那个黑记录要洗掉 要把黑的票 要不然又被人家讲成 你看 游不去 那么我们回来看侯友宜 就是如果侯友宜只是要 新北市市长连任的话 这件事情对他一点都没有影响 到目前为止 侯友宜是不分党办公认 现在是最强的市长 他的声量各方面影响力 都已经超过柯文哲了 更不要讲被罢免的韩国瑜 那剩下的剩下的几都市长 更不要跟他谈 因为就人口上来讲 新北四百万人口压在那个地方 他举足轻重 那侯友宜干嘛这时候做这件事 对啊 而且大家想说李梅珍人气很差 你侯友宜干嘛去替他背书 而且他有论文风波 就是这个时候背书才表现是 他是一个忠贞的国民党员 够温暖 不是够温暖 是他表现他是一个忠贞的国民党员 那这时候表现是中资论国民党党员 就是说你如果看他对李梅珍跟对韩国瑜 这是两种态度 那为什么 如果九月国民党全大会 会决定要提前改选党主席 侯友宜会不会参加 这是第二个时间点去看 那为什么要看这个时间点 就回到一开始我讲的自由时报的专访 后来在那里面讲了几个事情 一个是说他不一定要选年任 可是最有趣的他讲了一件事情 他想说整个北台湾 从宜蘭一直包到桃园 这样一千万人口 他认为新北市应该要当火车头 你如果为了要选新北市市长 不需要讲这个话 北台湾一千万人口 从总统大学的角度来讲 谁掌握这一千万的多数 谁就有问鼎大卫的资格 所以侯友宜侯市长 我觉得他是放了一个风向球 然后李梅珍下去 是做一个洗白的动作 下一步我们应该观察的重点是 他会不会出来跟朱立伦 争这一个党主席 好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讨论 不过蕾蕾你怎么看 最近李梅珍的表现 还有国民党现在就是 侯友宜8月1号的时候要下去 李梅珍就讲得没错 就他的幕僚 他的幕僚在李梅珍要上节目之前 就应该了解说提勿能是谁 那有王浩宇在那边的话 就知道一定是不怀好意 一定是这样子嘛 想也知道 不能都是谢雄杰 不是啊 想也都知道嘛 对不对 这个本来 那这样有防备嘛 你本来就很清楚嘛 有王浩宇在还会牢过你李梅珍吗 这样节目效果好啊 不是啊 这个是政治ABC嘛 幕僚应该要告诉他 节目的效果也要这样子 你干嘛自己去当那个肉蛋呢 你说干脆就不要去了 你干嘛去做呀 可是幕僚的问题 你这种东西的话 你说陈其麦会去吗 假如陈其麦就刚提的嘛 有谢龙杰在的时候 陈其麦会去吗 陈其麦一定不会去的啦 如果他答得很好的话 会加分喔 会加分喔 不是赌了是不是 两个人生在旁边呢 不是啦 保账 他怎么可能会让你答得很好嘛 他一定会给你问了很细的东西嘛 包括你看陈其麦他讲说 那个高雄的南端是哪里 他也讲错了啊 我是觉得是这样 对一个候选人的检验 不是说出一些 那个很细微的问题 去问到他答不出来 那他都很开心 很快乐 好像哦 他又出丑了嘛 那我是这样 那个侯友宜是一定会去助选 因为侯友宜本来国民党里面 事实上对侯友宜是有一些 有一些环感 有一些批评嘛 就包括那个陈水扁的那个 那个那个319的那个 对 你都说他蓝皮绿谷啦 就讲他蓝皮绿谷嘛 所以对他已经有维持了 那又在韩国瑜 韩国瑜那个选总统的时候 他又都没去 那假如李梅珍又 李梅珍又不去的话 那我看他在蓝银他也不用混了啦 那大家也会感觉感受到说 现在李梅珍这么弱 李梅珍被大家打击的这个样子 你侯友宜很愿意伸手来救他 那这样的话会对大家 会对侯友宜的那个观感 都会改变掉 而且会不一样嘛 那事实上我们很清楚嘛 其实一个候选人能不能够当选 绝对不是因为你靠哪几个人去助选 拿几个人去站台 你就一定会当选 一定会有效 但是侯友宜去的话 可以把蓝银本来就在李梅珍 那个论文风暴的时候 那个已经已经士气已经很低迷了 那现在假如他去的话 又把他拉起来 那假如说那个立委38个 都能够全部都到的话 那那个确实是有鼓舞的作用 至少拉台士气 会把那个蓝银的士气凌结起来嘛 那最起码高雄也不会输到输到哪里去啊 但万一八月一号 万一八月一号证件发表会那天 万一李梅珍又讲出了什么 我是杰师长 证件发表会是发表自己的嘛 应该也比较好 他应该要有所准备嘛 那你之后你把你讲实说 你愿意替高雄做什么嘛 你愿意给高雄带什么宴警出来嘛 那假如这个都还没有准备好的话 那真的真的就很离谱啦 所以我相信啦 我相信八月一号的证件发表会 他一定会很用心准备啦 大家不用再替他 替他 不用替他担心 我知道你们现在不要先假设说 我没有要讲他坏话 你们不是要先假设说 他一定不好 我就是要看他笑话 其实这样的心态其实都不好啦 不可以这样 不过我还是忍不住一句话啦 李梅珍表现好 我们都可以恭喜他 可是唯一的风险是谁的 不是李梅珍 是侯友宜的 因为侯友宜是八月一号下去 对啊 我就说商天啊 风险 不用替李梅珍担心 我讲风险是谁的 是侯友宜的 不是李梅珍的 所以侯友宜可能希望李梅珍 好好准备那场证件发表会 我们休息一下稍微来 回到前进行新台湾 我们来看看高中市长补选的部分 那么现在国民党要赶快抢救李梅珍的声势 所以8月2号星期天 说要召集38名立委到高雄 一人一区帮他拜票 但是陈其迈认为说 因为这些立委跟高雄没什么渊源啊 他认为还是候选人本身比较重要 我们先带来看看 陈其迈三名区后援会成立 现场动算声不断 对手李梅珍民调落后 国民党要力拼声势 打算在8月1号周六晚上 38名立委一起到高雄逛夜市拼经济 2号周日早上9点钟 在高雄市党部举办 市同夹击动员的党团大会 然后一整天38名立委分38区 一人一区当李梅珍的分身帮忙拜票 38个立委 我看可能跟高雄有渊源的其实不太多 那我只是觉得说 其实候选人还是很重要 选民看的还是候选人本身 前高雄市长杨秋夕 在2018年挺的是韩国瑜 这一次补选改挺陈其迈 对国民党全党就没真的举动 他不以为然 国民党的立委来38区 我看国民党立委我很多都连我都不认识 连我都可能出了几个比较的知名度 我都不认识你去那边人也不认识你 民进党是全国救一人 国家机器在整个启动 是全国救一人 我们全党救一人也没有什么 国民党想要展现大团结 但是看看这个月25号 李梅真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来一立委只来了一半不到 14位的执政县市长 只有一位出席 这一次8月2号立委大动员 来高雄帮李梅真拉票 效果如何恐怕得打上大问号 307号高雄台北综合报导 38个立委到时候要一起下去拉票 但是这个效果如何 刚刚我们也讲到说产品比较重要 所以我们接着也来看看 因为阿苗昨天其实有一个专访 李梅真 然后李梅真他就讲到说 他跟陈其脉最大的不同是 他比较接地气 然后他还猛轰中央 你怎么看 其实讲到接地气三个字 我一直想到一个台湾政治史上 非常非常经典的画面 就是这个当时连宋佩 想要选总统的时候 他们表演了一个叫做清文土地 对对对 的事情 但是所有的媒体都在照 哇这两个人真的趴下来趴在地上 这个五体投利清文土地 那为什么称之为经典 因为他们可能自认为 这个就是接地气当中的接地气 因为过去大家都认为说 你跟你不够本土 你跟台湾没有渊源 你怎么有资格当这个总统副总统 所以他们讲说这样表演 大家应该可以买单了吧 但事实上 为什么最后选民还是不买单 因为那看起来就是很假 为什么很假呢 因为过往这个人的经历 如果都是很多的权贵的 很多的特权的 他的出身 他过往的一言一行 就跟我们平民老百姓不一样的时候 你在选举 你再怎么样自己说自己接地气 你再怎么标榜自己 都没有说服力 对 那回头过来看李梅真好 他这样讲接地气 也许是觉得说 他跟陈其迈对比 因为陈其迈呢 他是第一个精英形象 第二个学历也非常好 第三个精力非常完整 感觉的是一个精英政治人物的感觉 那李梅真可能想要对比 可是这个对比 真的就能够说服到 一般的所谓我们说的庶民吗 第一个 李梅真他被踢爆什么 假学历 这个假学历 难道是一般庶民的生活经验吗 一般的庶民 可以去读一个在职专班 然后当影印机之后 论文可以过关吗 请问这是哪门子的接地气 第二个 他的家世背景 还有他的人生经验 看起来像是我们一般 白手起家的小老百姓吗 似乎不是吧 如果今天没有他的家世背景的话 不要说那个在职专班 能不能毕业 说不定当时他在这个影印 造假论文的时候 开的那个咖啡店 也不一定开得起来 所以他的人生经历当中 到底有多少是可以说服大家说 他真的是一个庶民 他真的了解一般老百姓的心声 我觉得非常的有限 过去了当这个三界议员的这个期间 他有任何一个问证 是真的被人家比大拇指说 你说出小老百姓心声 你解决了高雄市很困难的这个民生的问题吗 到目前为止 他没有提出来 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出来帮他背书说 他以前当议员的时候问证的政绩 就是庶民所想要的 所以他光是说 我最接地气 就像他自我标榜说 他最会唱歌 然后他最怎么样 最老实 哥巴欺负头巴最多 谁的鼻子最长一样 都是自己讲给自己好听的 自己讲爽的 所以回过头来 其实刚才看了很多比较什么国民党 三十八个立委下去三十八区给他救 其实国民党到不见得是为了救媒针 他们是要为了表演出全党大团结 那既然要表演 我觉得国民党像很多立委都在天人交战 去或是不去 都已经宣布三十八个人要到了吗 对 所以最好就是有一个党纪 用党纪来说 我们现在全党都要下去 那这样子这些立委 他还可以自我说服说 我是因为我是党员 不是因为就像侯友一样 他就说身为一个党员的责任 我是挺国民党 身为党员 潜台词就是 我是挺国民党 我不是挺李梅珍 讲白的就是这样 那可是你去看 三十八个立委下去站 有没有用很多人都评论过 我想问一个问题 请问国民党的所有高雄市议员 全员到齐为李梅珍站台背书了没有 如果连这一点最基本的都做不到 人家陈其脉是要发动 民进党所有高雄市议员 再帮他站入口 那如果国民党做不到说 国民党所有的议员全部撩垒 在最后两个礼拜帮李梅珍一起冲刺 把选票动员出来 做不到这一点的话 你就证明你根本就没有大团结 因为议员对李梅珍的反应 才是最真实 当地议员对他的反应才最真实 不过现在讲到议员 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民进党摸底 国民党锁喉陈其脉三部曲 这些报道在讲什么呢 就是说李梅珍发生了 这个论文抄袭事件之后 民进党就研判说 国民党不但没有想要就里 反而进一步想要冷处理选战 而且呢 民进党透过了各种管道 打探国民党到底在玩哪招 他们就相信说 张启臣为了保住他 主席的位置跟政治生命 其实是想要让国民党不要在高雄市长补选 跟议长补选被双杀 那么由于蓝营在高雄以议会为主心股 因此呢 优先选择保住许昆元过世之后 该补选的高中市议长这个位置 所以他们就评估说呢 国民党应该是先求在7月31号的议长补选当中 稳稳拿下议长宝座 接下来是让这个市长的选情冷化 然后压在这个 就是把这个陈其迈的得票入压低 然后呢 甚至呢 要让陈其迈的得票低于他第一次选市长的74万票 如此一来的话呢 那么未来就用这个多数的议会席次 跟议长关键的影响力 在议会给陈其迈难看 好 庆丰是这样子吗 现在国民党真是在出这一招吗 确实有 我们确实有这样的忧虑 我就直接先表白 我觉得基本上 我们可能如果国民党的这个策略是得逞的话 就你有可能是 陈其迈就算顺利补选当选的 那就是一个比较辛苦的少数的市长 基本上刚刚大家都聊过了 国民党现在他形势上要求团结 所以他不可以在市长的补选 跟议长的补选双输 要不然的话就整个溃散 不止江启臣的这个前途南谱 连在这个高雄市国民党未来的发展也很难预测 所以他在议会这一场 当然是他一定是要 一定要把它拿下来 那本来在议会里面 国民党就占优势了 国民党的党团是32个成员在运动 31个国民党员加上一个 多数了 那民进党本来就具于劣势 那在议会里面 65型议员只要33票 议长就可以拿下来 所以现在五党级的联盟里面至少有两位会支持国民党 坦白说 我们对民进党对这个议长的补选 我们是不敢乐观 那这会形成一个未来的发展是什么 就是议长在明天 国民党假设顺利拿下了 那么能处理市长补选的这个结果 让陈其迈的得票数 不漂亮 不高 那你就缺乏民意支持的正当性的强度 我要提醒大家 各位观众朋友请记得 当大家在聊说 国民党的市长候选李梅珍 可能他不是一个很合格的候选人 团队也不行 国民党也乱七八糟 但是 但是国民党在高雄市的政坛 不是在每个面向都是少数党 他在议会是多数党 所以如果议长由国民党明天拿下来 而陈其迈的这个得票数 不能够选得漂亮的话 未来他就可以营造成说 他是一个少数的市长 他的施政可能在议会被全面的杯葛 大家希望看到未来的两年 高雄市的市政是在全面恶意的杯葛 而不是理性监督的情况之下吗 如果不愿意看到 我们很忧虑那个投票率的问题 特别是什么 特别是年轻人 我要呼吁高雄市的这个年轻朋友 你与其在那边 在网路上去笑 李梅珍斯分连连 你不如就花个20分钟30分钟 把这个票投下去 要不然这个陈其迈的票不够好看的话 少数市长的困境就会呈现 那其实对于高雄 整个未来的市政的工作推展 或者转型 其实是增加很多难度 所以投票率还是重要的 投票率很重要 所以是不是要让陈其迈赢得够漂亮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来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就来看看江启臣 江主席的生死节 因为高雄呢 两个政治关卡都跟他有关 他的争知生命会不会变成 这两个关卡会变成他的催命符 一个是7月31号的高雄市议长 补选 那现在党内还是有摆不平的声音 8月15号的高雄市长补选 现在李梅珍也不看好 那大家都说 有所谓的三成江启臣的防线 好那现在就有媒体报道说 江启臣清点李梅珍 因为很落彩 所以现在就替朱立伦添色了 好那么他的这个清江人士就说 因为他现在压力超大的 亲手提名的李梅珍一直犯错 反而成了朱立伦的大贵人 让拱朱选党主席的声势更胜 好那另外就是在高雄市议员 这边有很多人就抱怨说 江启臣李乾隆坚持要提名李梅珍 挽垮自己就算了 那现在就拖累大家一起陪葬 然后呢 又讲到就是说呢 他们常常去跟党内大佬诉苦 就数落江启臣跟李乾隆 还有就是越来越多人都认为说 江启臣真的扛不起国民党 是不是党主席要换人当呢 那也就是说现在是不是朱立伦 已经开始磨刀祸祸了 好来 瑞德哥 现在国民党最大的变数 其实在侯友宜 侯友宜8月1号即将下去高雄 那么服选李梅珍 那么在所有的谈话里面 包括昨天跟今天 侯友宜让我印象最深刻 谈到李梅珍的选情 是叫他永不放弃 他纯十几个人要投票 你叫你的候选人永不放弃 什么意思 难道他能够宣布我不要算了吗 那么侯友宜此端下去 侯友宜最近的言行很奇怪 又说什么 他不一定会选下任的新北市长 你不要选下任 不然你是要选总统 所以他故弄玄虚的结果 显然他现在是国民党里面的 民调最高 那么影响力最大 他没去高雍市不行 他要李梅珍府选 他没去 那么就好像韩国瑜在选总统 他一直刻意保持距离 一时是一样的 我问你韩粉这些人会支持他吗 如果他万一未来 真的要更上一层楼酸总统的话 那么这些韩粉真的会支持侯友宜吗 即便他在新北的民调很高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江启臣 江启臣当时为什么会上来 做这个国民党的党主席 是因为要改革 然后终身在接班 对不对 结果一连串的 我记得那时候国民党的中常委 黄敬平还曾经在会议拿那个椅子上来丢 有没有 要丢了半天 那个椅子白丢了 讲到要改革 花了很大心 等到到那部会议以后什么都没有了 就好像国民党要说要修宪 不是说要把这个监委毁掉吗 要把考试委员毁掉吗 考试院毁掉吗 弄到后来现在也没有所谓的党团版的 都没有嘛 只有立委个人的这个版本嘛 说一套做一套 那么江启臣上来了以后 显然我本来以为他是红秀柱 继红秀柱之后最弱的一个党主席 没想到我现在发现他比红秀柱还弱 你知道吗 他已经弱到 弱到对面的习近平 习主席习总书记 到现在贺电都没给他 听说对岸来的贺电只有江市中心会 你知道吗 那个同乡会的过来啊 你知道吗 怎么弱到这样连对岸都看不起你 都不给你 你知道吗 这是一个警讯 因为国民党不是说他两岸最厉害吗 对对对 共产党跟国民党两岸最厉害啊 对人家也不甩他 人家现在还有人传 连那个男营名字都说 人家柯P柯文哲都取在你的位置了 你知道吗两岸啊 所以江启臣非常的危险 江启臣只为什么只压在议长 议长也算不掉 我六算 因为议长掉的可能是比较大了 比较大嘛 我想不客气讲啦 说坦白的明天的议长选举 还是国民党比较大嘛 他为什么不说 八月十五 如果太 那个李梅珍开票太难看了 我一定辞职 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了 随着时间慢慢的这个前进 随着这个李梅珍 每天在那边荒腔左板的 红 红了很多东西了以后呢 那么开出来的票会怎么样 不知道 但是 那么电话柯平洞 我相信相关的议员啊 那么就算即便 你们要在议会里面给新上任 比如说陈其脉党选好了 你要让他省民 要让他撂开 你也不要忘记一件事 什么事 2022年高雄市议员选举马上就来 如果你让 一直够买咖 一下向其一样够买咖 让陈其脉难做事 没有办法做高雄 没有办法嘛 你们会被高雄市的相关的 这个等于选民唾弃的 所以只有一个办法 高雄市民出来 让陈其脉呢 他们高票当选了以后呢 他们就不敢这样做啦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好我们就来看到 刚刚讲到说 对于江启仁来讲 在高雄 现在这半个月来讲呢 有两个政治关卡 等于是他的生死节啊 就看他能不能够 保住这个位置 好那么其中呢 有一个人是侯友宜 为什么讲到侯友宜呢 好因为现在大家说 侯友宜 他会不会是想要 进攻这个总统大位啊 或是说主席这个位置 有没有兴趣啊 因为他8月1号的时候 要陪李梅珍去逛夜市吃小吃 然后呢 在专访的时候 他也有人问他说 这个你知道2020年 要不要连任呢 还是2024职攻总统大位啊 就他的回答是什么 他是说 谁说我一定要连任 他说把握当下好好做事 那大家就开始揣测 这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要职攻总统大位啊 然后跟朱立伦的关系 他也说 大家都是好朋友 好这些话是有所指的